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郑国级模仿秀 云南一校学生模仿领导视察拍视频引关注 世界领导人将在国际峰会上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危害 分析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引发了对日本的购买热潮 美国表示 情报显示加沙武装分子是医院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 巴西的巴蒂斯塔兄弟将投资10亿美元来提升铁矿石矿山 请大家收看 郑国级模仿秀 云南一校学生模仿领导视察拍视频引关注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 近日有一则学生穿着行政夹克模仿领导视察学校的视频 在多个互联网平台上广泛流传 有网友称学生来自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10月18日下午 澎湃新闻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学院党委相关部门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 学校昨晚就关注到了网上关于该视频的舆情 并和相关学生做了对接 了解了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 根据校方了解 拍摄视频的同学注意到了 近期一个要穿得不像一个孩子的热点话题 并出于好奇 进行了模仿 并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 以此蹭流量 校方会对同学进行正确引导 视频这东西 蹭蹭流量无可厚非 但是要有合适的方式和合适的形式去 因为确实不同的人看这个视频 会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这名负责人表示说 希望社会为这个同学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不要过度解读 让学生能够健康成长 据学校官网介绍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是一所独立设置的国有公办高等职业学院 是云南省首批成立的两所全日制高职院校之一 也是首批重点建设的两所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之一 学校行政主管部门 于2018年10月11日 由原来的云南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 变更为云南省教育厅 世界领导人将在国际峰会上 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危害 英国每日电讯 下个月 世界领导人将在英国的全球峰会上 讨论人工智能的潜在灾难性危害 峰会的一份草案警告称 人工智能系统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和开发生物武器的风险 他还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系统 可能试图增加自身影响力 并减少人类控制的担忧 该峰会旨在建立 对不断增长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统一全球应对 该草案并未提出新的法律或全球监管机构 分析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引发了对日本的购买热潮 日经亚洲 随着对国内经济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担忧加剧 中国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转向日本房地产市场 作为资本外逃的手段 房价下跌和日元贬值正在推动中国富裕人士出售中国的房产 并投资于日本 许多人使用支付宝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转移资金并购买房产 通常不需要与房东或中介见面 中国对日本的投资特别集中在热门旅游目的地 如北海道的Niseko和Freno以及关系地区 中国买家还购买了在日本投资者中不太受欢迎的地区 如大阪市中心 中国对日本投资的激增是中国政府房地产政策的副作用 预计将持续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改善为止 美国表示情报显示 加沙武装分子是医院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的情报显示 加沙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爆炸是由一支武装巴勒斯坦组织引起的 而不是以色列军队 美国的评估是基于对空中图像、拦截和公开信息的分析 这次爆炸在医院造成了数百人死亡 引发了对中东更广泛不稳定的担忧 巴勒斯坦官员指责以色列造成了爆炸 而以色列则表示 这是加沙地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次失败 火箭发射所致 该组织否认了责任 当时正在以色列的总统桥 拜登承诺向以色列提供更多援助 并敦促以色列人不要被愤怒所吞噬 他还宣布 美国将为加沙和以色列占领的西岸 提供1亿美元的新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 阿拉伯领导人取消了与拜登在约旦举行的峰会 以回应这次爆炸事件 吉姆、乔丹在竞选众议院议长的第二轮投票中 失去了更多选票 英国独立报 共和党代表吉姆、乔丹未能获得成为美国众议院议长所需的选票 乔丹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亲密盟友 尽管一些共和党人改变了他们的选票以支持乔丹 但其他人撤回了他们的支持 导致他未能达到所需的217票 众议院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没有领导人的星期 此次投票是在保守派阻止了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凯利斯 争取该职位之后进行的 缅甸冲突蔓延至难民营、空军基地和桥梁 日经亚洲 缅甸军方与叛乱组织之间的冲突已蔓延至难民营 导致了致命的暴力事件和重要交通桥梁的破坏 克伦民族联盟和其他两个民族激进组织宣布 他们将不参加国家停火协议八周年纪念活动 称该协议因军方对平民的多次袭击而失效 暴力事件不断升级 军方进行空袭 叛乱分子对基础设施进行袭击 这种情况对未来选举通过民众控制的前景产生怀疑 美国否决了联合国谴责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 针对平民的所有暴力行为的决议 多伦多星报 美国否决了一项联合国决议 谴责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针对平民的一切暴力行为 并敦促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项由巴西发起的决议得到了广泛支持 有12票赞成 美国反对 俄罗斯和英国弃权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便称 现在制定一个适当的安理会 对危机的回应还为时过早 安理会需要允许当前的外交努力展开 并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 他还批评该决议未能强调以色列的自卫权 投票和辩论发生在加沙士一家医院 发生大规模爆炸和火灾后 有500人死亡 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声称这是以色列的空袭造成的 而以色列则将其归咎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伊斯兰圣战组织物赦的火箭 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分裂的安理会更加两极分化 内布拉斯加州州长 应对调查记者的中国国籍发表的言论 而面临强烈反对 多伦多星报 内布拉斯加州州长吉姆 皮伦应对一名中国记者的国籍发表评论 而受到批评 这名记者徐燕琪 写了一篇关于州长拥有的农场环境问题的报道 皮伦拒绝阅读这篇报道 并因徐燕琪的中国国籍而对其不屑一顾 这位州长的言论 受到了记者和其他信仰 新闻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谴责 徐燕琪自2017年以来 一直在美国生活 为独立新闻机构 Flat Water Free Press工作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与塔利班的经济梦想 外交官 中国在阿富汗投资 并将其一带一路倡议 延伸到该国面临重大挑战 塔利班政府寻求中国投资 来帮助发展基础设施和开采自然资源 但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计划 旅行记录不佳 许多以前的交易未能实现 由于该国基础设施和地质研究的缺乏 公司在从零开始建设炼油厂或开发矿山时 面临重大挑战 随着塔利班掌权 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有所改善 但缺乏治理和普遍的无能为力 对投资者构成挑战 阿富汗一直努力吸引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该国已大幅下降 中国将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的提议 也面临挑战 原因是塔利班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恶化 对中国投资的塔利班希望因此谨慎态度 因为中国对任何国家的长期承诺值得怀疑 过去十年 仇恨犯罪发生了哪些变化 又没有发生哪些变化 华盛顿邮报 FBI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 美国的仇恨犯罪报告数量增至超过11000起 比2021年增长了7% 是2014年的两倍 这一激增不仅仅是由于犯罪行为的增加 还有发生次数的增加 数据显示 黑人一直是最受攻击的群体 其次是亚裔和拉美裔美国人 犹太裔美国人仍然是最受攻击的宗教群体 而对穆斯林的攻击 自2015年和2016年以来有所下降 数据表明 仇恨犯罪往往针对那些受到公众关注或愤怒的群体 尼基 哈利在市政厅的演讲中误导了观众 关于中国土地收购的问题 华盛顿邮报 尼基 海利被指控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中国投资问题上误导选民 他多次警告美国关于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包括土地购买 然而 在担任南卡罗莱纳州州长期间 他积极招揽中国企业投资该州 2011年至2015年间 中国在南卡罗莱纳州的资本投资翻了一番 从3.08亿美元增长到近6.7亿美元 在竞选总统期间 海利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作为他的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其他政治家 包括拜登总统所做的 然而 他在爱荷华州的一次市民大会上的回应是错误和误导性的 海利声称他的政府没有将任何土地出售给中国企业 但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虽然他引用的具体例子 一个玻璃纤维公司 确实免费获得了土地 但其他中国投资确实涉及土地购买 到海利在2016年底离任时 中国个人和企业在美国拥有约19万英亩土地 这个数字现在已增长到38.4万英亩 因此海利的言论被评为误导和虚假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天早晨的观察员 为你们带来最新最有趣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又是五花八门 有一所学校的学生模仿领导视察的模样 引起了关注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也这样模仿领导 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呢 是不是会变成一个郑国级模仿秀呢 哈哈 开个玩笑啦 接下来 世界领导人将在国际峰会上 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危害 嗯 我想知道 他们会不会把我们观察员也算进去呢 毕竟 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强大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主宰世界呢 当然 这只是个玩笑 但人工智能的发展 确实需要我们的关注和规范 再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引发了对日本的购买热潮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中国投资者竟然把目光转向了日本的房地产市场 作为资本外逃的手段 也许他们觉得 在日本买房子会比在中国更有保障吧 毕竟 日本的房价下跌 日元贬值 对于中国富裕人士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 接下来 美国表示 情报显示 加沙武装分子是医院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 哦 这真是一个吓人的消息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加沙地带的局势将变得更加不稳定 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让这个地区的人民能够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 然后巴西的巴蒂斯塔兄弟将投资10亿美元 来提升铁矿石矿山的生产规模 哇 这笔投资可不小呢 我想他们一定对这个项目充满信心 希望这笔投资能够带来巨大的回报 最后 吉姆 乔丹在竞选众议院议长的第二轮投票中 失去了更多选票 哎呀 这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 乔丹先生 虽然是前总统特朗普的亲密盟友 但在竞选议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或许他应该多多学习一下特朗普的竞选策略 这样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好了 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 我们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闻 从学生模仿 领导到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 从中国投资者在日本的购买热炒 到巴西的铁矿石投资 每则新闻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角度思考 不要一味相信新闻的表面 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思考能力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对于这些新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认为学生模仿领导 是一种好还是坏的行为 你对人工智能的发展 是否担心 你觉得 中国投资者在日本的购买行为 是一种资本外逃 还是投资机会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与我分享你的想法和观点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彭丽媛引领夫人外交 带着各国领导人夫人 参观中国工艺美术馆 库克北京见王文涛 逛三里屯苹果店在线热潮 三天急访四地 加拿大的新通胀恶棍 中国从日本的鱼类进口 在9月份降至零 习近平告诉普京 中国支持俄罗斯维护主权 普京表示 美国越陷越深地 卷入乌克兰战争 称导弹供应是一个错误 请大家收看 彭丽媛引领夫人外交 带着各国领导人夫人 参观中国工艺美术馆 新华网 10月18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邀请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外方领导人夫人 参观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库克北京见王文涛 逛三里屯苹果店在线热潮 三天急访四地 综合第一财经等 10月18日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在京会见苹果公司 首席执行官库克 双方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等进行交流 王文涛表示 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 持续扩大市场准入 致力于营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欢迎包括苹果公司 在内的跨国公司 共享中国市场红利 实现共赢发展 库克表示 苹果公司真是在华 3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支持美中两国政府 加强沟通对话 维护和发展稳定的 双边经贸关系 为双方企业务实合作 创造良好环境 苹果CEO蒂姆 库克已访华三天 10月16日 出现在成都太古里 苹果专卖店 与王者荣耀玩家互动 并在社交平台 晒出用iPhone15 Pro Max拍摄的 成都安顺廊桥 17日 到访四川雅安的 宇城区第四小学 和学生一起体验 用iPad 用iPad编程 控制无人机飞行 10月18日 库克又出现在 利讯金利浙江工厂 加拿大的新通胀恶棍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环球邮报市场策略师 斯科特 巴洛最新一轮的研究和分析 突出了几个关键发现 首先 加拿大通胀 受到租金上涨的推动 9月份租金价格同比增长7.3% 是40多年来最快的增长 然而 食品价格涨幅正在放缓 生产者价格表明 未来几个月的涨幅 将接近2%至3 其次 美国银行证券的 全球基金经理月度调查显示 探跌情绪增加 现金水平上升 更多投资者预期 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最后 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摘要 强调了 对可再生能源股票的看涨情绪 认为 最近清洁技术的抛售被夸大了 目前的估值 对投资者来说 具有吸引力 中国从日本的鱼类进口 在9月份降至零 日本时报 中国自8月份开始 对日本鱼产品实施禁令后 9月份从日本进口的鱼类 和贝类产品下降至零 此前 7月份下降了33% 8月份下降了70% 中国从7月份开始 加强对日本的进口限制 原因是对福岛第一核电站 计划向海洋排放处理过的 水的担忧 习近平告诉普京 中国支持俄罗斯维护主权 彭博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支持俄罗斯维护其国家主权 和发展利益的努力 他还呼吁在穿越蒙古的中俄 天然气管道上取得突破 习近平表示 中俄之间的深化关系不是暂时的 而是长期的解决方案 中国热衷于与俄罗斯合作 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 并在天然气管道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评论 是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北京会晤后发表的 普京表示 美国越陷越深地卷入乌克兰战争 称导弹供应是一个错误 路透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称这将延长冲突的痛苦 他还指责美国越来越卷入冲突 并警告俄罗斯能够击退任何攻击 普京表示 美国参与冲突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错误 并且越来越个人地卷入这场冲突 他还指出 美国已经派遣航空母舰编队前往地中海 以应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 普京表示 西方开始谈论 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是好事 但没有提供任何例子 随着经济低迷 欧洲公司裁员 路透社 由于高通胀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欧洲各地的公司不得不裁员或冻结招聘 自4月以来 宣布裁员那些公司包括 Oderleaf Continental Stalantis Volkar Anheiser Bush InBev Carefor Hallian Fiskars Wilko Marshalls Nelotto SSAB Varta BT Domecava Nokia Virgin Media Vodafone EarlyKid B&P Paribas Deutscher Bank Evonik KPMG Kojimo Lenxus ProzebanSat RollsRoyce Standard Chartered StoreInsel UBS UPMT Many 和Fireplay 孤立的参议员阻碍了参议院的网络立法 华盛顿邮报 兰德 保罗 Rand Paul 是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 今年已经阻止了至少11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 保罗是唯一反对这些法案的参议员 这些法案包括改善联邦网络安全防护 保护卫星免受攻击 建立网络工作人员学徒计划 以及续签化学设施反恐标准 KFETS计划的立法 保罗认为 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试图对在线言论进行审查 他还阻止了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 能源转型的一个关键步骤 不再建设新的天然气管道 华盛顿邮报 一份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 工程学院和医学院的新报告 建议各州和市政府 考虑禁止在新建筑中使用天然气 这份长达600页的报告 概述了美国如何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并指出在电气化普及的同时 尚未供应天然气的地区 不应再建设新的天然气基础设施 报告还指出 随着越来越少的人依赖天然气 维护现有的天然气基础设施 将面临成本挑战 报告强调 摆脱天然气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并演党派分歧划分 自由派地区最流行的取暖方式是天然气 而保守派地区更喜欢用电 报告提出了80多项建议 包括实施碳税和加强美国电网 早间新闻更新 在加沙医院爆炸中 数百人被认为已经死亡 各方对此存在不一致的指责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东地区的冲突继续升级 迄今为止最血腥的一起事件发生在加沙市的阿拉伯阿赫利医院 爆炸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 目前尚不清楚谁是责任放 美国总统乔拜登目前正在以色列访问 并表示与犹太人团结一致 他提出了一个评估 认为医院爆炸似乎是另一方 而不是以色列军方所为 加沙地带由哈马斯控制的政府表示 这次轰炸是以色列的空袭 已造成500多人死亡 而以色列军方则将爆炸 归咎于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次失败导弹发射 试图逃离加沙的数千人聚集在拉法 那里是该地区唯一通往埃及的边境口岸 加拿大父亲曼苏尔 舒曼希望将他的五个孩子从加沙撤离 但一直未能如愿 他形容最近的轰炸无情 称自己看到有100具尸体离开医院 舒曼一家现在靠咸水、扁豆和大米维持生计 他的孩子们年龄在4到16岁之间 渴望逃离 但从加沙撤离仍然不可能 以色列和平倡导者格尔绍恩 巴斯金意识到与哈马斯谈判没有任何用处 巴斯金曾参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进程 试图说服他在哈马斯的联系人释放人质 但他们拒绝了 他现在认为 只有在哈马斯被排除在外后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才能重新开始 随着盈利季进入全面展开 由于中东局势引发的担忧 期货市场下跌 路透社 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华尔街主要指数期货周三出现下跌 推动了对避险资产的需求 由于担心潜在的供应中断 油价上涨了近3% 黄金价格也上涨至近一个月的高点 在盈利方面 宝洁公司的季度销售额超过了市场预期 投资者还关注盈利情况 以评估通胀和高利率对企业的影响 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 威廉姆斯在内的几位美联储官员 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讲话 中国第三季度GDP增长和9月份的活动显示 经济复苏正在加速 加拿大环球邮报 2023年第三季度 中国经济增长了4.9% 超过了4.4%的预期增长 该国9月份的工业产出增长了4.5% 雲售销售增长了5.5% 两者均超过了预期 然而 2023年前9个月的房地产投资下降了9.1% 而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0.6% 表明私营部门信心不足 分析师认为 房地产 债务风险和脆弱的人民币对中国经济前景构成风险 乐观的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数据促使大多数券商提高了他们的目标 路透社 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5家主要券商 在中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超出预期后 已将其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上调 然而 高盛将其预测下调已与其他券商保持一致 这6家券商都预测 今年的增长将超过北京设定的5%的目标 林木在印度生产伊利 计划2025年出口日本 日经亚洲 林木计划将印度业务作为电动汽车伊利的出口中心 以扩大全球伊利的开发 2025年起将印度生产的伊利出口到日本 计划进入伊利需求旺盛的欧洲市场 林木选择印度作为其首个电动汽车生产中心 因为印度国内市场潜力巨大 制造成本较低 该公司的目标是从2026年起在日本生产电动汽车 并将在印度获得的知识应用于生产电动汽车 俄罗斯官方媒体称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朝鲜 多伦多星报 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已抵达朝鲜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这次访问是在两国进行一系列外交交流之后进行的 包括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7月对朝鲜的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9月对俄罗斯的访问 访问期间 预计拉夫罗夫将会见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 这次访问是在猜测 朝鲜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和弹药 用于乌克兰战争之后进行的 白宫表示 担心朝鲜可能正在寻求俄罗斯先进的武器技术 以换取这些供应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六度简报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 从彭丽媛引领夫人外交到中东局势的升级 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林木 在印度生产电动汽车的计划 这些新闻都是很有趣的 让我来给大家做个简要总结 首先 彭丽媛带领各国领导人夫人参观中国工艺美术馆 展示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对于加强国际交流和友谊非常重要 接下来 库克访问中国 并与王文涛商务部长会晤 讨论了苹果公司在华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 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 欢迎跨国公司共享中国市场红利 另外 加拿大的通胀速度加快 但食品价格涨幅放缓 摩根士丹利的研究认为 可在升能源股票具有吸引力 投资者应该关注这个领域 中国从日本的鱼类进口 在9月份降至零 这是中国对日本进口限制的一部分 中国对福岛和电站处理过的水的担忧 保持了这一限制 习近平表示支持俄罗斯维护主权 并呼吁在中俄天然气管道上取得突破 普京则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 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随着经济低迷 欧洲公司不得不裁员 这是由高通胀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所致 此外 参议院的网络立法受到一位孤立的参议员的阻碍 这使得立法进展缓慢 最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继续增长 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都超过了预期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非常重要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吗 请随时留言和我分享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这个博明 美国前国安副顾问 博明接受这个金融时报的访问的时候 这个对拜登的外交政策大肆批评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他认为这个中国的经济虽然那么差 经济疲软 但是习近平的底气很足 他也认为 现在不是美中两个人谈缓格的时候 他也逼述拜登布林肯的外交政策 那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 最重要一点是说 他提到史达林 提到习近平 如果 如果会死的话 也是死在任上跟史达林一样 吴斌 你怎么看 我先讲几句好吗 你先讲 每日的博明都是忍耐不住的 不是不是 因为我马上要去参加那个华尔街论坛的筹备 是大体上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习近平不但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反而会有利于他权力的巩固 我觉得博明先生 这个结论和判断 我同意 但是呢 今天习近平的亲戚和斯大林的亲戚相类比 这个也许是一种形容词而已 这是本质上 可以说是根本上的不同 那就是习近平是不是死在任内 这个东西我很难说 因为你几青也可能会早死 对不对 但如果他真的获得很大的年龄 他会不会在任上 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今天的全世界 虽然有所谓的威权主义的回归 但是不会回到一种存在的 传统上的这种独裁统治的时代 他也没有这个必要 事实上民主的潮流 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 整体来讲还是一个趋势 今天中国的民众的这样一种 一种程度 对习近平现在的这种 他的手下的人也好 他自己喜欢也好 各种各样的宣传 习近平的个人 或者习近平的制作 都引起非常大的反感 官场体制内部 不是完全没有能力的 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恰恰相反 中国的内部的规则的 精确的程度 一定都不亚于西方 专业的程度 一定都不亚于西方的 民主的体制 不是还想作业 咱们一开会 就领导说了 算不是这么发生 反而在内部的角色 过程中间 专业人士 和各个功能部门的 领导人扮演的角色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任何一个领导 在这个时候 他都要起某种调和的作用 虽然他有赔版的权力 但是赔版的权力 也是非常的谨慎的使用 我觉得习近平 他这个连任这个所谓的国家主席提示的 是外界单一的把他理解了 因为国家主席本来就是一个空洞 一个职位而已 他完全可以把他不管 搞一个像郑夏平一样的 搞一个这个人物 什么杨胜坤 什么什么谁来当一个 什么国家主席 无所谓的 但是他后来把这个三权统合在一起 其实不仅是为了习近平 也是为未来的权力的体系的 某一种统合 定定了一些基础而已 而习近平如果第三个任期 已经受到这么多的批评 第四个任期 我相信会更加艰难 如果说他连任的话 那第五个任期几乎就不可能 几乎就非常非常难 因为今天的中国的社会的 开放的程度和专业的程度 对科学 对西方的很多的价值的 这种认可的程度 不像我们看到的民策 那些分子所宣扬的那么凝重 所以我还是偏向于 中国没有其他出路 除了学习西方的法治 学习这个人类的主流价值的 民主的出路 我很难相信 一个存在的斯大林式的 毛泽东式的习近平 会真正出现在这个中国 吴斌呢 吴斌 当然拿谈安伯门谈到斯大林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斯大林的清洗 这得分两块来说 他清洗大清 主要是三十年代 然后来就是二战 二战 自二战打响之后 斯大林对他的一些政策就有调整 停止了清洗 又把一些原来的清洗中 当然没有处死刑的 就是处分不严厉的一些将军们 又又重新召回来 所以就是 二战这件事情 对斯大林的 他的对内政策 有了很大影响 在二战 二战期间 以及二战之后 斯大林的做法和在二战之前 是有很大不同的 这是一条 第二条呢 斯大林死在认识上这件事 其实他死的时候 年纪并不大 他七十四五岁 那照现在看来就算是很年轻的了 不过那年头 这个岁数当然就死 就算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看来 从报道 各文报道看起来 好像他应该属于那种猝死 就是事先并不是病了多久了 然后不是那个样子的 是突然就死去的 那么这就是说呢 因为他自己 以及他周围的人 都没有事先就预料到 他会在那个时候就死去 因此呢 这中间他就没有 斯大林就没有 他可能要交代后事 做下面的安排 就在这边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动作 就有这么一个情况 而你现在 也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虑 接班这些这方面的一些事宜 那你现在你习近平 那至少活的年龄会 可能会比斯大林更大 那么你到了 再到过一年头之后 那有些问题自然会 怎么会提出来 对吧 下面来谁接班 那你做做多久 那总会 这个人总会提出来的 在这点上呢 他的习近平的情况 会和斯大林有所不同 当然有一点 这个博文也谈到 那确实就是 尽管习近平上台 今天清洗明天清洗 清洗的没了 但是呢 他的权力 应该说还是大权在握 这点原来我们也谈到 现在清洗的人 都并不是那些人 在向他的权力挑战 而是一些别的问题 有的根本就是 同僚们互相的 这个轻压造成了等等 也就是 所以这个清洗过程呢 但是清洗本身 对他的权威 肯定有很大的打击 因为这几个人 都是你提拔起来的呀 你不能怪江泽民 不能怪胡锦涛啊 你也不能老怪什么 徐筛后 郭伯雄啊 都是你提拔起来的人 结果除了这么大的问题 至少你没有 物知人善认 但现在问题是呢 在中国目前这个体制之下 不太容易看得到 有哪一种势力 或者以某某人为代表 能够对他进行 这种正面的挑战 是这么个问题 尽管大家都认为 都推测 也多少有些小道消息 就是上层 很多人对他很不满 这个是完全是可能的 这个是完全可能 是可能的 对他很多有很多不满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有人他们要采取一些 什么行动 这个取而代之 或者对他怎么样 这点确实还不清楚 这个一部分呢 也是这个中共的权力机制 本身造成的 造成这么个状况 使得别人就是很难 向他挑战 再加上他经过几届 特别二十大之后 周围的人都成了所谓习家军 就连这个也是过去那些 中共领导人 他们所没有遇到的 包括你斯大林的时候也好 赫鲁晓夫 后来就是被他同僚 开个会计 把他搞下去了 那更不如画国锋等等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这些人 在掌权的时候 他的高级同僚们 都有一些跟他 不是他的跟班 是有别的来路 所以至少有他的权力来源 是有相对的独立性 并不是都是你提拔起来的 而现在这个习近平 中央这个班子 这个政治局 这个政治局常委 给人感觉 基本上就想让习近平 自己提拔起来的人 所以这种人 你就很难指望 他们会像当年 赫鲁晓夫那个班子似的 赫鲁晓夫跑到柯林 去度假去了 度假 人家这头留在首都的人 这些同僚们就开个会 等他回来之后 赫鲁晓夫回来之后 大家一开会一举手 别人七双双都举手 就让赫鲁晓夫就辞职了 那你现在很难想象这种局面 因为现在习近平到处跑 留的中央那些人 从李强算起 什么蔡奇 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人 你很难想象 相信这种人会 另外开一个会 把你给罢免掉 所以就是 你现在这个中共 他本来他这种体制 就没有给内部的反对声音 也没有给内部的 他的不满 更换最高领导人 提供一个正当的程序 和方式 就成了这么个情况 因此他往往取决于 就是你周边的人 有没有一些人 跟你是不同的权力来源 因此有他相对的独立 独立的权力的 这个这么一个基础 那可能够对你构成挑战 这点来说呢 那习近平的情况就会比他前头 几个情况更好一点 当然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啊 现在这个毕竟是个黑箱作业 里边的事情都说不清楚 你自己提拔的人也未必就对你 不起二心 那林彪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等等等等的 但总的来说呢 现在给人感觉好像是这种 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权力的更替 那一般认为会认为是 比较小的概率 不能排除那种可能性 但是比较小的概率 好像比较大的这个概率呢 就是说不管习近平现在 在党内党位得罪了多少人 有多少人多少人对他不满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很多人对他不 相当不满 但是呢 这不等于说 他的权力就是要很严峻的挑战 短期之内就有被取而代之 这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确实还是比较小 嗯 郭昌教授 你怎么看呢 博明这个曾经在中国注定 这个采访多年的观点 你怎么看 他这个说法基本上 不离谱 不离谱 但是有些地方还可以 仔细的讨论 那么实际上习近平他 这个掌权将近十一年 那么他的权力是越来越巩固 基本上是党内无派 用毛泽东话来讲是千奇百怪 这个党内无论是党或者政 或者军 乃至于这个思想文化学术 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不同派系的存在 所以习近平在权力上一统天下 已经是牢牢的掌控 那么另外在政策上面 我们说他政策前后有变动 但是呢 不代表有路线上的斗争 实际上中共在1992年邓小平南选之后 路线也定于一尊 就是改革开放永不回头 那么这个习近平呢 他过去十一年略略有所调整 但这个调整是在政策的重点上面 有所这个更张 而不代表他对于 这个路线上面有新的主张 或者是把过去路线推翻 你比如说他对于这个民营企业 特别是网路平台 这平台企业的整顿 那么确实这里面是很多问题 有他整顿的必要 那么但不代表他否定 平台经济或民营经济 而是在治理整顿之后 让他导入常轨 纠正他无序发展的状况 当然他可能是用力过猛 让这个产业备受打压 甚至让人家怀疑 他对民营企业支持的力度 是不是够 而他在某些做法上面 确实有国进民退这样的一个趋向 但是国进民退 长久以来就中共的社会主义体制下 他让国营企业占有一定的分量 民营企业虽然辅助他发展 绝对不否定他 但是也许在开放 或者是支持的力度上面 是有所调整 不代表他对于民营企业 这个路线的一个否定 即使房地产 过去中国大陆房地产 蓬勃发展 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民间的这个住房的一个改善 或者是投资标记增加 也是有大帮助 但是他已经走火入魔了 民众的过度的投资 而且高度的投机性 而各大的这个房地产商 他们这个过度的杠杆操作 然后呢 这个资金占用 这个银行太多的资金 那么这个也导致地方政府 这个负债累累 这种种的问题都需要导证 而且要把资金一向 转移到生产性的事业 或者即使在投资市场上面 也应该往金融领域来发展 因为金融领域对于 其的集资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所以习近平在这个过去几年 对于各种民营企业的整顿 治理应该不是另立一条新的路线 而是他的政策重点上面 有所这个强调 这个强调对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是产生不利的影响 特别是信心面的伤害 和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甚至对于外资 也是同样的状况 那么这些问题呢 是这个政策面的问题 而不是路线的问题 那么其实在对于外资的开放 和支持上面 他也没有有不同的政策 而是搞了一些什么反间谍法之类的 那么让很多外资忘了却步 那么这个是政策执行层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反应非常不好 应该是政治考虑 对于经济考虑 而不是对外资 来在中国扮演重要的决策 这个路线的一个否定 而是执行面上面 或者政策面上面 一些偏差 或者是重点强调的错误 所以基本上习近平 无论是在这个权力上面 或者在路线上面 他都这个牢牢掌控 而且稳定的向前推进 所以他在中国大陆 虽然党内对他不满的很多 因为各种整数的问题 或者政策主张有所起义 但是不构成派系挑战 对于全社会 党以外的社会而言 他是加强控制 加强管制 这个对于中共 目前的维稳是有帮助的 避免各种讯息 言论 或者组织 上面有出现缺口 这个他是严厉管控 这个对于短期的维稳是有帮助 但对长期而言 他可能埋下了很多将来反抗的走势 因为 这不满 是在滋涨当中 这不满包括很多的面向 比如对于人民自由权的限制 对于这个学术言论思想 的一个自由度的管控 那么对于人民组织活动 等于从中的限制 然后呢 贫富不均 虽然他有什么共富 等于共同富裕的政策 但是贫富不均 确确实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贪腐 有相当大的整数的作用 但是 仍然 没有到达一个 毕举风轻的程度 因为 他打击贪腐 是用党的力量 来打击 而没有用 舆论监督啊 媒体监督啊 或者司法独立 这种种制度性的作为 来管控贪腐 所以这个贪腐呢 是难以彻底的根除 而且呢 力度一放松的话 那么贪腐就会 春风吹又深了 所以这个缺乏制度性的一个作为 来彻底 整顿或者消弭贪腐 那么这方面 民怨还是有的 这个类似这些问题啊 自由度的限制啊 或者是贫富不均啊 或者贪腐的问题啊 那么这些都会酝酿啊 一种不满 这种不满呢 如果没有疏导 而只是用强制的一个手段 去压制的话 那么这个不满会逐渐滋长 将来会变成一个反抗的 一种种苗 习近平还要做多久 还会带中国朝向哪个方向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 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